第一个地方,输出合格不合格,我如果今天希望再加上绿色跟红色,这个地方怎么做,OK 绿色跟红色部分的话,如果我要加的话,特别注意,这边我可以在这两个按钮 不过特别注意,你如果用公式来做,这个地方要把它变更颜色,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用输出公式,变颜色,很麻烦 所以我们用第二个,这个,乘积的,就是不是丢公式的 那怎么做,基本上这个地方底下,在输出合格跟不合格的下方,只要再多一个叙述就可以 就是这个是输出它的合格两个字,底下的话就设定它的格式 设定格式特别注意,非常简单,这个是它的储存格 所以把这个储存格,这个复制下来,然后点什么,它底下的字的颜色 字颜色的话呢,就是叫Fone,点Color就可以了 Fone的话就自行嘛,Fone的Color,也就是这个储存格的字的颜色 等于什么呢,换个颜色,合格我要绿色 那特别注意哦,如果在VBA里面哦,设定颜色要记得一个函数叫RGB 它有点像一个调色盘啊,R的话就是什么,红色 G就绿色,B就是蓝色,RGB三原色 那你只要给它什么呢,前刮5跟它讲说,哎,调色盘嘛 红色,那我要输出的是什么呢 合格是绿色,所以有没有红色的调色,没有,0 斗点 它会跳,哎,那你绿色要调多少呢 最大是255,最小是0哦 所以我要把绿色调最大,255 好,斗点 然后有没有蓝色,没有 所以再打个0,后刮5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帮我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合格的时候 顺便帮我加一个绿色 所以我可以怎么,直接这边输出完之后 加这一行哦,看一下效果,直接执行给各位看 然后发现,合格就马上变成绿色的 那这个不合格怎么办,是也一样啊 所以Enter一下哦,比较聪明的办法是什么 把这个哦,复制到底下就好了 然后改一个颜色,改哪个颜色呢 不合格要红色吧 我讲过哦,RGB对不对哦 红就是这个 那因为红色啦,所以把红色调到最大,255 最小就0,所以没有绿色 诶,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其实把255这两个颠倒 OK,这个是绿色哦 这个是蓝色,这个是红色哦 这个是红色哦,OK,执行一下 诶,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 VBA如果再加颜色哦 应该蛮简单的吧 你只要记得一个东西 你在输出之后 告诉他字的颜色 Fone Color 等于RGB关键地方哦 Fone Color